凡宗福新年角兼新年福袋推荐 大家好欢迎来到羞羞羞的频道 我是阿修 随着凡宗福2.7上半章的结束 我们加勒底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新年福袋 以及令人期待的新年角究竟会是谁呢 OK本次福袋跟角色介绍未来时 稍微有异一点点撞到 那我们就来把新年角麻婆抽出来 单独在这个影片介绍性能及推荐程度 然后再来说说本次福袋推荐部分 新年角拉斯普丁 现在人格来自肉体人格 延峰齐里 总之就到他麻婆神父吧 麻婆神父五星丑职 技能1我方单体HP加2000 弱体解除攻击加30% 技能2自冲30% HP解2000 我方全体二属性NP加20 可以视为自冲50NP重者 A卡加20% 技能3赋予自身毅力一次3T 80%发动毅力状态 在毅力发动时保威加20%5T 这个效果本身是3T 目标集中状态3T 宝具 蓝卡全体宝技 自身A卡20%1T随OC上升 2特攻150% 然后有一堆有的没有 但不是很重要的效果 首先技能部分 虽然延峰可以借着技能3跟技能2 来玩无限更新游戏 但问题是这个更新发动80% 是没办法利用拉2技能来提升效果的 80%就是80% 运气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上位的嘲讽角来使用 但老实说 更性不稳定发动和那高额的cost 为了拉NP加20% ATK加30% 我觉得效益不够大 伤害面上 保一伤害不如太岁 想跟友谊吹比 那就更不用想了 虽然打打333周回没什么问题 但在90++时代 纯保一保二的神父 伤害严重缺乏 虽然NP回收比原版杀生怨好一点点 但原版杀生怨在骤葬3 又突然超级强化 后显得更加薄弱 除了单纯想让麻婆神父 一直倒下又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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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愉悦御主生涯之外 不如怎么推荐抽取他 更不要说过阵子又会出丑职王者 通杀下士奇90++的提妈 总之简单来说 有爱在抽神父 OK快速解决神父后 我们来到本次总计20个伏袋环节 这次伏袋 以直接XS宝具效果做区别 因为猜的相当行 所以某几个伏袋 中奖机率还蛮高的 我会将伏袋区分成 不推荐还可以还不错三种 1.剑植单体伏袋 总计7个角色 架王跟强化后的小麻眩都很强 但角色数量太多了 属于不推荐的伏袋 2.剑植全体伏袋 剑植推跟存争还行 但6选1的机遇还是稍微有点多一点点 然后亚瑟可以强化一下吗 不推荐的伏袋 公职单体伏袋 还不错的伏袋 弓傻已经是三连发宝具型角色 强化后还给了30NP 把阿州纳气得不要不要的 超人熊依旧是帅 三拳百万更帅 不过保1即可 对于想补这两支的玩家 属于还可以推荐的伏袋 公职全体伏袋 还不错的伏袋 金闪、公灵、公针在公职、人才背出直接上 都是相当强力的角色 如果有补宝需求可以考虑 不过未来公职会出那个男人托勒密 如果打算抽托勒密高保的玩家 可以pass这个伏袋 5.枪单体伏袋 如果打算补妖兰可以考虑的伏袋 其他三支偶尔当当主线打手还是可以的 不过妖兰卡池刚复刻完 细力可能会相对低一点 6.枪全体伏袋 考虑到四分之一跟五分之一的几率 要补妖兰请找单体伏袋比较划算 至于枪全体伏袋 不推荐 毕竟枪子的顶点就是妖兰了 7.棋子单体伏袋 除非你对这三支任一支有碍且全部都没有 不然不推荐 8.棋子全体伏袋 除非你对这四支任一支有碍且全部都没有 不然不推荐 9.数单体一撇全体伏袋 理论上速撒刚复刻完 大家应该都有速撒了吧 4支辅助都属于保一即可的伏袋 除非你这四支辅助都没有 不然不推荐这个伏袋 10.数值全体伏袋 不动袋 战力上不推荐 11.杀单体伏袋 还不错的伏袋 跟公职单体类似 耶耶在帅气度依旧无人能敌 而原版加魔自从50NP打手 高男组件上都有表现 偶尔还可以在90++打一面 算是可以考虑的伏袋 12.全体沙子伏袋 沙狐刚复刻完 你抽沙狐了吗 没有抽要再等12个月的关系 可以考虑在沙狐袋读读看 不知道有人大概被速撒奥伯罗魔跟妖兰给炸干了 所以真的要赌的话可以考虑 除此之外不推荐 13.狂单体伏袋 强 狂金石在未来90++有负数表现之外 图方跟狂X在高男都有剑术 考虑到多数人缺单体打手 这个伏袋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 14.狂全体伏袋 如果你需要抽水一吹 摩根狂周那补宝具等级 是还可以啦 所以我知道目前专进在高男 所以这个伏袋其实打手没什么问题 每个都很强 最大的缺点就是五分之一比较难赌特定打手吧 15.1X单体带 有阿比跟超级斑羊 我觉得这个伏袋不值得赌 16.1XA辅助袋 这六只角色只要超过一只 你有保一那就不推荐 女魅灵过阵子会复刻 可以等复刻再补 其他几只其实强度都可以 在高男主线甚至罚助战都有出场机会 最大的缺点就是如果有高几率保二那就不推荐 也就是这代你缺越多推荐度越高 17.1XQ卡全体带 没有盗满且没有RBA且需要补卡连宝具的玩家可以考虑 三者条件缺一就不推荐 18.1XA全体 暗狐尼在未来能跟脱内力可组多核队 奥伯隆为90++必备角色 如果这三只都没有 那就可以考虑这个伏袋 跟EXA一样都是保一即可的伏袋 而且有阿比太可爱了 请大家注意 20.EXB伏袋 月姬还有一年半才复刻 所以要补月姬只能靠伏袋抽 但老实说天草强化解除在高男对面 都有框的情况下使用机率不高 帝王花和兔子王目前也是仓库管理员的角色 虽然月姬跟魔王信长在90++都有所表现 但都是为了补宝为前提比较适合的角色 所以纯润为了抽月姬在这个卡池 我会觉得其实没有那么推荐 而且其实下一次的月姬带CP值更高 有需要补月姬宝具的玩家才需要考虑这个伏袋 或者你是FGO直播主要做效果 OK总的来说其实这次的伏袋蛮明确的 第一首选大概就是狂金十代 缺单体打手可以考虑 如果未来打算抽水树杂或是寿宁路高宝 那可以放掉 第二推荐的大概就是四分之一的妖眼带 跟三分之一的攻单体伏袋 机率上都相当不错 抽外也还行 再来就是攻全体、杀单体、狂全体这三代都很不错 不论抽到谁都有战力上的补强 而有个别角色需求的 再去考虑杀狐带、月姬带、EX、ABQ总计5代 其他伏袋就有要拼艾角 或者是打手辅助都齐全的玩家 考虑补动的方案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 你会拼哪个伏袋呢 还是伏袋不重要啦 先抽麻婆神父再说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哦 那喜欢我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咯 掰 阿斯说又要直播伏袋见解了吗 咻咻前面是地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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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